哈喽 大家好 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是带大家体验一下初中生的日常早晨 基本上以前我们也是大概五点多到六点的样子起床 外面特别可以骑着一个小进行车 从家里出发到学校大概四五里的样子吧 路上也如果有小伙伴的话一起很好玩的 就是边聊天边走啊 我记得那时候还是蛮好玩的 但是当时觉得很苦了 但是现在回头去看的话蛮好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 可能当时觉得特别苦的事情 但是回过头去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 这就是一个初中生的日常早晨 我们边吃着包子边回家 我们飘扬 神里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早上翻涌 早上富家 咦 剪辑影片把前两天准备好的素材都剪辑完成 但是我觉得今天应该剪不完 应该只能剪一集吧 因为还有公众号的素材需要整理嘛 那没事 反正放到明天吧 这两天下午就放到今天或者明天去整理这些东西 下一个景点我们要去到的是 先不说 给大家留个疑问 那这因为每日更新总要有点新东西嘛 不然记录的太平常的话很无聊的对吧 那第五天再见吧 准备好了吗 那咱们准备goodbye咯 准备休息了 123goodbye